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所以可惜謝謝主辦單位 那我自己為什麼會來關心鷹� themed養午餐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從兩年前 我從高雄回到西竹來教書的時候 我聽說新竹市竟然營養午餐全體免費 當時我就有一個預言 我就告訴我妹妹說 這樣子的營養午餐遲早會出問題的 結果也沒有太久 兩年後就真的出問題了 那個時候我打聽了一下 一餐營養午餐在高足苗一帶 沒有台北這麼好還可以吃50塊 大概平均吃32到39塊 那我就跟我妹妹說 32到39塊 你想想你的孩子吃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他們吃什麼樣的菜呢 我的妹妹就回答我說 怎麼會不好 很好啊 我的孩子剛剛跟我說不好吃 那我妹妹說 你知道嗎 一個學期節省了兩三千塊 對我們家民主婦也是很省的耶 我心裡就很難過 你一個月買一件衣服就不只兩三千塊了 你為了一學期兩三千塊你都要省 你先生還是竹科的經理耶 那麼因此我就覺得這個真的是太糟了 可是我很沮喪 我連我妹妹都說服不了 因此我知道在座的各位 我們世界上只有10個人的人 是按照意識形態在過磨的 也就是造作的我們 我們都可以因為我們相信有機的理念去吃有機 我們相信環保的理念 我們相信健康的理念 我們去吃對的食物 我們去做對的事情 但是很抱歉 我很贊同 早上吳秘書長講的話 這只是百分之十的人而已 還有百分之五的人 他很早這些點就像我媽媽 如果你去問我媽媽環保 因為她的女兒一天到晚都在講環保 你去問我媽媽什麼叫有機 我媽可以跟你講說桌頭適當的有機的道理 然後呢 就在我買個有機菜吃完的時候 她被叫義客來去買菜 也就是說她的大腦跟她的手是兩回事 這是另外百分之五的人 她可以告訴你 真的是有機和堂很重要 我們要保護小王 她會說得出來 可是她的行動是另外一回事 我連我媽媽都說服不了 因此我實在是沒有臉去說服別人 張偉琪的媽媽就會說服不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不能夠只有自己人跟自己的想法 這件事情要讓更多人知道 可是讓更多人知道的改變 並不是說改變他們的理念就OK了 出OK的 我們不會因為理念改變去做某些事情 我們會因為我們的文化 讓我們做某些事情 而我們做某些事情 這是早上的吳秘書長講的這個事情 如果我們的大人吃飯的方式都不對 你怎麼要求小孩 他一輩子吃飯的方式會是對的呢 好 那所以文化 改變我們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呢 陰陽午餐的問題到底在哪裡 我一代二一代三晚上都會上我們學校 夜壽班的課 夜壽班的同學就是小學老師們 我為了今天的研討會 我就愤力的都有一天 今天問我們班上的小學老師們說 營養午餐的問題在哪裡呢 那我問了之後 得到很多答案 我發現有一部分是我可以提出解決當事的 有一部分是我沒有辦法提出解決當事的 因此我很感謝今天的主辦教育 他從早上到下午 他南瓜的營養午餐 各個層面的問題 從不窮的層面的人來提出 他從那個角度看到的東西 但是他這個龐大的問題 我們真的應該要好好的整合起來解決 但是最根極的問題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營養午餐不該全面免費 台北縣市是沒有全面免費 可是很多國內很多地方都免費 西竹就是免費的 我自己的母校副小 竹大副小的家長 所以就在抗議說 我們不要國內一大副小 因為國內不能免費 我們只要改成勢力 就可以免費了 這個是我們台灣人 貪小便宜的心態 那再來呢 跟各位報告 花蓮也是免費的 我去年指導 我去年去審查一個碩士論文 這個碩士論文是做食物里程的研究 那他研究發現 花蓮是全國最長的現份 營養午餐登三段八包 北中南三段 這個營養午餐免費 全部的錢都有政府出 那政府出錢從哪裡來呢 就教育局出錢 好,教育局難道國家會摸一筆 你叫做營養午餐費給他嗎 會嗎? 不會啊 所以他的錢哪裡來 各位,我們在台北 真的不能在台北看天下 台北的小朋友 不需要客後輔導客戶 因為台北很多安親班 下課的媽媽接回去就塞到安親班 可是在大連啊 這種偏遠的地方啊 他們的小朋友回家之後 只有阿公阿嬤 沒有人照顧他的作業 鄉下沒有安親班 所以在鄉下的小學裡面 客戶很重要 下課後就會留下來寫寫作業 作業寫完再回家 但是因為全體的營養午餐免費 所以他們把客戶的錢吃掉了 為什麼? 因為老師留下來加班 教小朋友作業 難道老師不需要一點點加班補貼嗎? 要 但是自從營養午餐免費之後 他們就沒有客戶備了 接下來呢 營養午餐有包裝好包 我們的學生做點就發現 午餐做完了之後 最遠的運送距離是一個小時 請問 炎熱的夏天 食物運送一個小時 而且還得加帶 因為不加帶會不衛生 請問這樣的食物不會壞掉嗎? 好 因此 我們不要談什麼環保的食物里程 光談這個飲食安全 你就知道這裡面有問題 那我問我的那個小學 小學主任的一個老師 一個學生問他說 這個營養午餐子 他說 喔這個中央廚房的是最高的 他們大概每天早上 最時喔 9點左右 就得把午餐做完 因為他們要送到每一個學校 11點得送到學校 那他做完之後還要裝桶對不對 裝桶之後還要上車 然後還要上路 還要上車 11點就得到學校 學校才能更配到各個教室裡面 12點才能準時吃飯 因此你想想看你小孩子的午餐 9點就做完了 他不會壞掉嗎? 那因此呢 這個營養午餐跟口包是一個問題 全面免費也是一個問題喔 就是第一個 這是一個不當的一個媚族的政策 就是為了爭取全料 然後呢吃掉了教育經費 不合乎社會正義 為什麼說不合乎社會正義 如果郭台銘有小孩子是念小學 郭台銘的小孩子 跟低收入戶的小孩 一起吃免費的營養午餐 各位你們覺得合理嗎? 我覺得一點都不合理 我覺得 如果你要照顧低收入戶 我們只要補充 補助低收入戶的吃免費的早餐就好了 我們不需要補助大家都吃 一樣的免費的早餐 那再來就是 因為這個早餐是不要錢的 所以如果各位去了解的話 早餐讓他們補餐 大家午餐 營養午餐是不要錢的 因此這個午餐浪費食物的情況 非常的嚴重 為什麼? 因為這個食物跟我們的關係 是脫節的 所以如果營養午餐是不要錢的 是由包商統包的 我們今天要來談食慾 我想告訴各位這是白談的 因為有很多基層應該要有的條件 它都不存在 第二點 那為什麼營養午餐會出問題呢? 第一個我覺得是 對食物生產工業化的無知 我們在當時這個營養午餐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看到媒體就 最常背提出來的就是說 我們要責成校長叫打官 我們要叫教育局長打官 我們要叫政府打官 請問校長懂食材嗎? 不懂 那午餐畢書的老師打官 請問要懂食材嗎? 不懂 有CIS CIS認證的就是好食材嗎? 是的 他們就這樣講 有認證的就是好食材 所以你叫一堆不懂的人來打官的話 它是沒有效果的 所以 這個 我們大家對於這個食物工業 食物食材這個東西是很無知的 那再來就是 第一點 我說這個無知 有好幾個層次的無知 第一個層次的無知叫做 不知道食物有何而來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小學 常常接近中午的時候 我們都喜歡去廚房 要去貼著那個玻璃看 廚風媽媽肚蛋 我們都猜今天吃怎麼辦 那個叫做的食物蝦味 讓我覺得好期待 可是今天呢 我們還是不知道食物從哪裡來 他從效果 有一輛車把它運進來 一桶一桶的抬下來 然後抬進我們的教室 各位可以想像嗎 這樣的食物出現 是非常的詭異的 這樣好像是 我們已經不再是人類 我們好像是某一種 被被食的一種動物 再來 工業化生產式的 中央廚房同胞作業 我們從材料到這個廚房的權利 全部都交給廠商 我們難以監督 但我問過我小學老師的這些學生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些小學老師都敢說 這樣做最好的老師 你不知道嗎 我們需要自己做午餐 有很多的壓力 比如說某位廠商 他們是代表或議員 某位食材供應商 他就會叫廠商或供應商 就會叫這些人來施壓 我們一個小小的老師 來負責午餐 為什麼要承受這種壓力呢 他們還會那個 我們校長會被叫到現役會 你可以去責罵質詢 所以 我們有很大的困難這樣子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包也都常做 而且呢 這樣子的法國業 他們監督就好了 如果有問題 我們只要去責罪他就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模式 就是我們認為 我們只要包給一個核打廠商 由核打廠商去購買核打食材 我們就會有核打安全的食物 可是偏偏出了問題對不對 那這個問題就是因為 我們對工業化生產的食物 完全不知道 像看有一家工廠 他要做七家多小的食物 這是什麼狀況 所以早上有一個 有一個朋友說 一餐32塊到35塊 他怎麼能賺 他當然能賺 因為他可以包七家左右 他才能賺 他就只包一家 他絕對不能賺 他用很多的量 他才可以賺 那 這樣子會讓 越龐大的這樣生產的方式 其實越讓我們難以監督 第三個 我們人跟食物生產 還有人跟土地的關係 就是產生斷慮 我想各位如果聽到發育以前 發育的有一首歌 我想叫泰巴拉合唱 泰巴拉合唱 泰巴拉合唱在15年前 以來往當校長的時候 他們學校還有養豬 學生師生的廚女呢 就會拿到養豬的那些去給豬吃 然後等豬肥大的時候 他們就殺了豬 他們的營養餐 就加菜頭肉吃 可是我們在台北 我們好像很難想像這樣的一件事情 可是對那邊的小孩來講 他就會知道說 喔 我今天的食物 是從旁邊的田來的 然後我吃了 我如果沒有吃完的 也不可以浪費 因為我倒給豬吃 然後這些豬吃 我吃的東西長大 然後我就吃豬肉 所以他其實知道這些食物 是怎麼生產過程的 但是今天我們人跟食物的關係斷練 如果我們不去碰觸食物 我們不做料理 我們不去碰觸田園 我們就不會去阿肚說 我們的菜應該要怎麼樣 反正我們只要走進那個飲食店 食物就出現 好 那有一點像是電影那個科幻的情景 但是仔細想想 我們今天真的活得滿科幻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造成我們對飲食的無痴 再來 第二個 缺乏選擇食物的能力 便宜的食材就是好的嗎 對這個廠商來講 對便宜的就是好的 再來 那餵的食材是好的嗎 我那個小學老師就說 老師那我們可不可以提高 營養午餐的價錢 要求他們買貴一點的 餵的就是好的嗎 第三個 好吃就是好的嗎 我妹妹的說法就是這樣嗎 沒有啊 沒有不好 我的孩子都說好吃 我有一天不小心看到 台北的中學營養午餐的那個菜單 我記得我看到的是應該是中學 我覺得蠻噁心的 有一天他們的菜單吃 那個內容我覺得不可思議 有披薩又有明飯 然後還有一天吃的是有炸雞 然後有漢堡 嗯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這樣 那這樣子的好吃的食物就是好的嗎 那好吃的這個品味的斷裂是怎麼來的呢 所以我想想說文化比較重要 如果我們都對不對的東西感到好吃 那就完蛋了 像我曾經做過主顧聯盟教的那個食品添加劑的實驗 我弄了調味品的那個草莓牛奶給小學生吃 他們都完全說好喝再來一杯 為什麼會好喝 因為那就是他們去超商買的統一牛奶啊 最後這樣變的就是好的食物嗎 那如果是我們這樣想的話 其實我們吃的權力已經被剝奪了 那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我們需要食慾 我們對於食物的分枝 食慾是什麼呢 其實日本在2005年提出了一個食慾基本法 我並不是說台灣需要食慾基本法 台灣需要從自己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法案 不要去抄接人 這才是我的主張 那食慾基本法裡面它是很廣泛的 我覺得這是我們值得我們學的 就是說它不只是教你說吃健康啊吃環保 它告訴你說吃跟家庭互動關係是很有關的 然後吃跟飲食文化傳承是很密切的 那吃跟健康糧食生產環境保育也是很密切的 它是一個促進我們國民身心健康跟養成豐富人性的一個很根本的東西 那因此重視飲食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日本說生命的源頭就是飲食 那支持飲食的就是農業 因此做食慾呢一定要跟農業擋在一起 那一邊學習蔬菜菜 一邊施展大自然強韌的生命令號 因此它可以說是一個人與食物關係的生命教育 那我今年做了一個農委會的計畫 這個計畫是綠色飲食的指標訂定跟推廣方案的研究 那我在這個計畫裡面我就抓出了幾個 我認為將來在推廣的時候需要重視的指標 那這指標包含綠色飲食文化、環境保育、健康跟社會福祉 那根據這個指標呢我就有第二層次的指標 然後呢我就設計了許多的課程 那我在今年我們也把課程設計完畢了 所以這個課程呢未來有需要的人 我們也可以分享出去 那其實如果把食物交易融入下來 這是主辦單位給我的題目 那我想要一開始就想要講明白的就是說 食慾不能解決營養午餐的一切問題 食慾只能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對於食物的無知的這個問題 我們提供對策 那沒有辦法解決全部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認為推動食慾要考慮城鄉的差異 要去設定不同的條件 那我對於這個城市推動食慾的建議 是這樣子的 我用PPT耳的錯誤就是不能超連結 好 應該我猜到如果是在像我們台北市的這種學校 城市都市的學校推動的話 如果要使用在地食材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都市大部分是食材輸入地而不是產地 但是我們可以說建議它使用淨食材 那今天早上好像有聽到一些案例也是用這個食材 第二個就是跟附近的農場合作 我們可以做農事體驗教育 其實農事用體驗的沒有什麼效果 可是多多少少還是要做一點 日本他們就是在推動食慾的時候 在全國各地甚至食慾體驗農場 那在這個農場裡面我們不只是做農事體驗而已 你還要學關於食物的知識 然後以及對待食物的倫理 那就是食慾體驗農場的重點 那將來東市的學校 我覺得可以加強這個農事體驗教育的這個部分 那比如說 都會在哪裡 像是本市這個 全國他們推動這個教育農場 那他們隨著他們這個食慾的推動 他們要求要逐年提升這個的比率 那再來就是說 跟附近的學校聯盟 建立城鄉交流 這個也是日本在做的 就是說 城市的小學跟鄉村的小學 彼此之間並不是說都市比較高級 鄉村比較落後 No 鄉村也不是都市的固憂 鄉村跟都市是對等的存在的 所以都市有很多東西 鄉村有很多東西是在 都市學不到的 那都市有一些特色是鄉村沒有的 所以他們會鼓勵說 城鄉的學校建立結盟 然後他們可以每學期有一式的交流 那交流的話 他們到鄉村學校 通常會去跟鄉村的小朋友一起夏天 那其實這裡面就是學習說 你看鄉村的小孩 他對大自然的知識這麼豐富 同時也提升鄉村小孩的至尊 那再來就是把食農教育融入各科教學 那這個是後面 好 在英國他們有一個叫做Food in School Program 他是把食農教育融入各科教育 很像待會的演講也會講到這一類的 比如說他們學校就有分 社團裡面有一個叫做料理俱樂部 那另外有一個是栽培俱樂部 那這些俱樂部裡面的活動內容都會跟學科有所關聯 比如說國語、數學等等的 再來就是還有一個是早餐 早餐呢他們就有一個早餐俱樂部 就是他們會在學校吃早餐 然後會讓小學生來製作早餐 然後以及學父前早齡 那另外他們學校有這個食品小部 就是我們的福利社 然後販賣這些東西 然後他們還學校提供飲水 福利喝水這樣子 然後再來他們的便當 他們有帶領學生做便當 這個便當在台灣的話 看這個就會覺得他們很可憐 因為英國的便當就是做三明治 那我們的便當就可以很豐富 那他們就帶領學生做便當 設計菜單等等 再來就是他們有他們的用餐是有餐廳的 日本也是喔 日本會在學校也會在餐廳用餐 不會在教室吃飯 我們剛剛講文化很重要 如果大人吃飯都隨隨便便 還要看新聞的話 那小孩子吃飯也會隨隨便便 因此我們怎麼叫我們的小孩種自飲食呢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喔 有時候他才會對食材產生關係 所以重點不是做菜喔 重點是做菜等其他的附加的東西 這個剛剛給我講的就是體驗學習農場的部分 這是我辦的一個二公司育營的活動 那今年暑假辦的 那我們到我的公司幾去體驗賣菜 我們也讓他們體驗採收這樣 就跳過去吧 好 那在這個料理的部分喔 日本從很小就開始做喔 從幼稚園就開始做 那我們台灣呢比較多吃生雞媽媽 我們認為讓小孩子拿招很危險 就不想讓小孩子做這些事情 那前幾天我的學生還跟他的同事吵架 因為他的同事說你們的班學生用刀太危險了 用火炒飯太危險了 所以他的同事就跟他吵架說 不可以在學校做這種事情 萬一燙傷了切傷了怎麼辦 那他說燙傷了我就告訴他說趕快去保健室 好 那英國也是喔 這是他們的料理俱樂部 他的對象是九到十歲 蠻小的喔 低年級的吧 然後是給小朋友一組 每個禮拜一次進行這個 料理俱樂部的這個社團教學活動 那這個是我辦的兒童食育營 就讓小朋友自己來做料理 這個我也是跟我的大學生吵架吵了很久 因為他們有不同意讓小朋友拿刀 然後說如果切傷了怎麼辦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完在富士學校 接下來講說在鄉村學校怎麼推食農教育 我覺得鄉村學校本來是推食農教育非常好的地方 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我們鄉村學校現在陰陽午餐都外包了 如果你的陰陽午餐都外包的時候 你就很難有推食農教育的機會 因為就會像 想一下宜蘭能外包 就像宜蘭這樣子就是宜蘭雖然會用在地食材 種很多的東西 可是呢你學校沒有做連結 所以你就會變成你只是帶小孩子去種 可是你要把小孩搬農夫嗎 可是我們在學校可以施農教育的重點是教育 而不是種菜 那所以到底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是 重點就是說到底怎麼 他們教育有什麼觀點 我們可能會說種菜就是一個教育 可是我會覺得說不是這樣的 第二個我們老師要關注的東西很細 比如說生命教育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在鄉村學校裡面 我們希望說可以附近有農家融入課程 那第二個就是國內在鄉村學校可以使用 教育過度偏種單一品項的種子 而忽略多樣性的種子 比如說只種一種東西 這個是蠻有問題的 那第三個就是鄉村學校的陰陽午餐 應該使用在地食材 那如果你的午餐是外包這邊就做不到 好這個選擇 那他就是帶學生種菜 種各式各樣的菜 那再來就是日本的 為什麼我說要種多樣的東西 而不是一樣的東西 因為日本在設計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看他從一年級到六年級 他是種不同的東西 那每一種東西他都會有一個意涵 比如說為什麼一年級要種地瓜 為什麼二年級要種蔥 二年級要種蔥 因為大家都小討厭吃蔥 所以到了二年級 我們種蔥來改變你的偏食習慣 那一年級種地瓜 因為地瓜好吃 所以種小朋友愛吃的東西 引導他進入這個領域 所以每一種東西 他其實都有 他挑選作物是有道理的 而不是說我們種這個方便 我們就來種這種作物 好那最後一點就是 日本在推動食農教育的時候 他強調一點就是說 在地食材的政策 他們希望提高我們學校使用在地食材 那我們台灣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我們覺得鄉村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的 最後我講的是說 食慾他是培養豐富的人性跟風浴社會的基礎 我在清大演講這個的時候 我就問清大學生說 什麼叫做風浴的社會 然後學生就回答我吃到飽 吃得飽 然後另外一個學生又回答說吃得好 然後另外一個說衣食無缺這樣 另外一個就說吃得非常飽 然後另外一個說想吃什麼有什麼吃 然後我就說台灣的社會好貧窮 你們想到的就是有吃 風浴的社會這是日本人提出來的 他的意思就是 他是跟風浴人性有關的 如果你的人性不風浴的話 社會也不會風浴 也就是說如果你走到路上 看到一片葉子掉下來 然後你不會想到說 啊秋天來了 那你是很很平凡的人性 然後你意思是要秋天來了 或者是說 當你看到這樣北風陣陣下來 你會想說啊冬天來了 你走到餐廳你還會點一個 蛤蜊絲瓜這道菜 那你就很詭異的 就是說你跟大自然是完全脫節的 所以日本在談說風浴的人性裡面 其實是包含這樣的一部分 他不只是吃而已 他包含吃什麼 還有吃的道理 人跟土地之間的關係 在這麼冷的冬天 種出鬼 撕瓜 這是很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人跟土地的關係 還有人跟文化的關係 因為文化上面會告訴你 不食不食 季節不對的東西 不要吃 那以上就是我簡短的報告 謝謝各位大清理 好 謝謝各位大清理 好 謝謝各位大清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